指挥官已经清楚的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指挥中心都背书了 被质疑是三加十一幕后最大推手的民进党立委范云 似乎也不闪躲了 当时我的考虑就是飞航的安全 那指挥官已经清楚的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再强调一次指挥中心都帮忙撑腰了 三加十一不是问题 只是看看从4月15号启动机组员三加十一后 23号华航机师在澳洲被验出阳性造成机师群聚 4月底就爆发诺富特群聚 国内疫情呈现大爆发 11天后的宜兰游艺场群聚也被认为跟诺富特有关系 就是这句有关系被解读三加十一是疫情爆发最大破口 外界都在追到底是谁拍板下决定 那个会议应该是我们副指挥官主持的 事实上我回来查了以后 那陈副指挥官并没有参加那一场会议 短短两天说法截然不同 当初陈时中拍松普挂保证三加十一要负全责 如今依据 这没有所谓的三加十一的破口 三加十一这样的政策里面并没有影响到社区 变来变去外界只想知道爆发群聚的真相到底在哪里 TVBS新闻流利雄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